树木是一种常见的植物,但是有人居然在树木中,发现了一些本不该被发现的东西。 本期视频探讨话,他们在树上发现的奇怪东西。 隐藏的香烟,在一个木材加工产,一个工人在聚开一根树木时,居然发现里面有香烟,他觉得非常神奇,又和同伴聚开了其他的木材,发现里面也存有香烟,他们将香烟拉了出来才发现,这些树干中间都是空的, 全部填充了香烟,这批香烟数量很多而且包装完好,那么将这些香烟藏在木材中是为了什么呢?不过看来这下木材加工产可以转行销售香烟了。 神圣的佛像 佛像是十分神圣的东西,他们常常会被放在庙宇中让人供奉,尤其是在印度国家,很多人都是佛教信徒,但是你绝对想不到,有人居然在一棵树的树根处发现了佛像头,这个佛像头是如何到了树根处的呢? 有的人认为是由于这棵树成了金,与佛像头融为了一体,也有人认为是早期有不信佛教的人将佛像头故意放到了树根处,但是这些猜测都还没有得到证实。 树木里的虫 在泰国,很多人都喜欢吃一种树木里面的虫,这些虫体型很长,身体很软,很多泰国人甚至直接生吃,他们认为这种虫的营养价值很高,对身体有益,那么这种虫会和生长在树木中呢? 很多人认为这是认为养殖的,人们将虫碗放在树干中,等虫碗长成虫了再食用,这种养殖方式看起来很有智慧,但是这种虫吃起来会不会太恶心恐怖? 木乃伊狗 狗是人类的朋友,有人在聚到一棵很粗的树木后发现,这里面居然有一条已经成为了木乃伊的狗,看来这条狗已经在树干中待了很久,这条狗是如何到树干中的呢? 有人猜测狗应该是在爬树时从树洞掉了进去,但是无法再出来了,而树干里面比较干燥又没有氧气和水,因此它就成为了木乃伊,目前这个树干已经被放进专门的地方进行收藏参观了。 众木中的尸体 现在我们常采用火葬的方式处理死去的亲人,但是在古代人们通常会用棺材等木制品将逝者进行下葬,但是将尸体放入树干中还是比较罕见的,有人在一个树干中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尸体,尸体骨骼摆放整齐,应该是死后埋入树干中的,但是具体是如何完成这一操作的,至今人们还未找到方法,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智慧啊。